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上课 我们今天要开始的主题 是我们这一张 一共有两大方法 两大类方法 一个我们叫做Spectroscopic 这是Spectroscopic 我们介绍了四类表面分析的Spectroscopic的方法 包括XPS、OJ、SINCE 还有Surface Blockment Resonance 这四大类表面分析属于Spectroscopic的方法 当然在科学院里面它列的方法更多了 我们就介绍了这四种 后半部就是完全不同的方法 它也是表面分析 而且现在是非常重要的表面分析方法 但是它的原理跟它可以做的事情 跟Spectroscopic是完全不一样 Spectroscopic的话 尤其全三个方法都可以告诉你表面 是有些什么样的元素 甚至可以告诉你什么样的分子在表面 那表面是这样共振的话 那可以告诉你表面这个状态 有没有改变 那Microsby 我们翻译成显微 一般翻译成显微镜了 那 它可以看的就是 各位应该都有经验了 跟那个光学显微镜 它可以看的事情 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说是 to image surface 就看表面的这个影像 RO2 然后表面有什么东西的话呢 它的影像 那这节期 我们一分实验 你们会用到 这个HPLC这样一个分析的方法 HPLC的分析技术呢 它也是一个分离的技术 跟机器一样 所以它也有一个分离管 那分离管里面 它有填充固体的颗粒 很小 5个micron或10个micron meter 那因为它很小 平常而且是 管柱呢通常是买来的 所以平常没有机会 真正的用眼睛看到 这里面是装了什么东西 那所以呢 我们特别安排了 有一个这个 显微镜 那这里面的颗粒呢 我们把它倒出来 然后放在 再播配上面 让同学有机会去看一下 这个HPLC的管柱里面 双填的布里颗粒呢 看起来什么样子 其实很漂亮 那所以它是属于 这个Microsity 这个光学选用镜 那当我们这个 这一张的 转面分析的话 我们就要进入到 第21机 这一小节 这一节 Scanning Pro Microscopes 那这边有两个英文字 长得很像 那通常我们在用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 如果说是 前面这个字 Microscopy 这个重音在 这个第二英文字 Microscopy 通常是一个技术 我们说显微数 有方法 有技术 那如果说是这个 笔记的话 Microsity 显微镜 只要这一般讲 显微镜的话 应该是用这个字 那这个PY 应该是一个 什么方法 那我们就列出来的 那各位都已经看过 从小到大 一定有机会 看过这个光学选用镜 那它当它放大倍数 是有限的 像我们在一分线 安排的那个 它放大倍数 我们现在放在400倍 400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 10个micron的 这么小的一个颗粒 这个也看 我当然看不到 这个micron太小了 这个也完全看不到 像粉末一样 那电子解围镜 当然它放到辨去 就很大了 那么这个电子解围镜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我们通常翻译成 扫描式电子解围镜 那在学校里面 我们材料 还有麦米中心都有 那 这个呢 比较偏向在材料 他们的分析方面 所以我们通常化学的 这个 化学系里面 我们就用就说了 样品送过去 请他们帮我们测 那我们化学 自己 用到的 自己像我们目前呢 我们系上 有两位老师 不化的老师 一个讲高明讲老师 一个是谢树真谢老师 他们两个老师的 这个实验室 就用到这个 这个技术 scanning turnally acroscope 简单STM 中文翻译成 扫描 穿碎 显微 这边的话呢 不能叫显微镜 因为讲显微镜 通常是 光学显微镜 所以有个翻译成显微素 显微仪 当然用翻译成显微镜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STM 另外呢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 原子力 显微镜 显微仪 显微素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两节课 就要介绍这两个方法 介绍这两个方法 大心眼神 OK 对不起啊 我自己听没有感觉 好谢谢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好 那 在去年 中国时报呢 每一个礼拜 有一天呢 会有一个 科学 人文的 这样一个 专利报道 就等于是 像一般的 我们都是 化学专业人 我常常对我们 化学专业都很熟啊 一般的 这个四镜小民的话 或者外系的 文学院 关系学院的人 可能不懂 所以这个 有点像是科普 写给一般人看的 它是介绍 我们尽量介绍的 这个 原子力 显微镜 但是它用这个 很大的标题 看不到 因为它看的东西 很小 奈米级 你当然看不到 我们眼睛看的话呢 光学悬挥机 看到的这个尺寸呢 是micromede micromede 微米 那 要看到奈米的话 光学悬挥机 看不到 那因为光学悬挥机呢 你可以看到最大的 应该说最小的 尺寸呢 是受限于 这个 光 入尺光的波长 那我们一般的入尺光是可见光嘛 所以你的 你的 可以看到最小的 就是 一个micromede 左右了 是受限于你的这个 波长 那 所以就要看得更小了 肉眼当然看不到 那么 这边写 看不到 怎么办 因为摸的 摸的 那刚刚那个摸 不用我们手去摸了 你的手 太粗了 所以有一家卖 这个 这是一家 广告 就这家公司呢 它有卖这个 AFM 原子力显微数 显微乙 它的广告 所以它用一个 一个手指头呢 去摸 这么小的东西 耐米机 那当然这个不成比例了 这是广告 OK 好吧 那不管我们要介绍的是 STM 或是AFM 那我们的课本 或者是一般 我们归类的时候呢 就它们有一个 共同的一些特点 所以我们通 我们把它归在 一个大标题的话 大标题的话 我们把它归在 Standling Pro Microsoft SPM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广告呢 它不是用STM AFM 它用的是这个 名称 Scanning Pro Microscope 或是Microscopy 那中单一的话 就是扫描 这个Pro Pro Pro 就是探针了 你要去测什么 一个Pro 探针 一个显微 素 或显微仪 那表示这两个东西呢 它们在 它做的事情 然后看的是表面的 形貌 它尺寸是在 Level Meter 这样一个Resolution 那它用的方法 当然不一样 这是两个方法 但是它们也有一样的地方 因为它要看一个表面 它的形貌 是在麦米 所以在做法上 这样一样两点 就是它们的 共同的 相同的地方 第一个呢 它怎么去 Scan 这边有一个Scanning 它测一个面 那这个面呢 是 有一个面积 一个大小 那你要看的东西呢 很小 它有一个面 占了一个面积在那边 所以你要去测它的话呢 它不是像照相一样 一次呢 全部出来 不是这样 它用扫描式的方式 Scanning 所以它扫过去 那怎么扫呢 课本上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字眼 Rest Pattern XY Rest Pattern 意思就是说 它在这个面上 我把这样一个面 叫做XY平面 你的分析用呢 指的这个表面 XY平面的话 那它扫的方式是 点着这个 XO XO呢 直线扫过去 扫过这样一行 一条Line 扫过去 然后呢 要推后一点 推后这个一定的距离 然后呢 再扫第二行 扫过来 再推后一定的距离 扫第三行 这样子 一行一行的扫了 你要设得这个面的范围 它不是一下 就是同时扫了 不是啊 它是一行一行 这样的扫 那这样一个方式呢 就叫XYRest Pattern 所以你看到这个字 它讲的就是 这个扫描 Scanning的方式 是一个 Scanning的Pattern 一个表面 那扫的过程里面 那你表面 不是绝对的光 一个很光的亮 这个很光亮的这个平面呢 比如说 你们作为一份实验 有两个实验呢 是要磨电极 对不对 叫你80形的磨 5分钟 有个住教练 10分钟 5分钟大概就够了 磨完之后呢 叫你看一看 哇好亮 跟镜子一样亮 没错啊 你肉眼看得那么亮 代表那个电极表面 真的是绝对的平吗 不是啊 你在显微镜下看了 它是会有 RR22的 那你现在去量一个面 一样的 它会有RR22的 那当你在Scanning的过程里面 你有一个Z轴 就Scan XY的话呢 就是XY两个轴的控制 你还有第三个轴是Z轴 这样一个探针呢 在Scan的时候 高的时候呢 就抬起来 往那个Z轴方向抬高 低的时候呢 要下降 所以扫的过程里面 高它抬起来 低就下降 高就抬起来 低下降 这样扫完以后呢 把三个轴 这样一个Pro 因为这样的东西 你叫Pro 看真的 它在扫的过程里面 电脑呢 把它的轨迹都记录下来 然后 扫完之后呢 你再去重组你的影像 所以它是靠电脑 所以这个电脑非常重要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技术呢 电脑又快 那这个软件技术也很好 所以它很快的 可以把你的3D的影像呢 把它重组出来 秀在荧幕上 让你知道 测完之后 你的影像 就出来了 所以它是一个3D的影像 那很重要就是说 它是用这样的方式 做scanning 然后Z轴配合 它去调 这个在 Z的方向呢 这个高低 这样调整 所以让你有机会呢 去把这个3D的影像 重组出来 电脑重组出来 那它很重要就是 它可以做到 原子级 一个原子 一个原子 都看得到 这样子的看得到 就是它可以摸完之后 Z轴呢 感受到 哪里 高 哪里低 完之后呢 变成一个原子 一个原子 一个原子 就是很重要的是 它可以做这个事情 原子级的 一个resolution 那这两个方法 不同就在你的Z轴 它怎么知道 这个地方高 怎么知道 到这个地方低 它是靠什么原理 在扫的过程里面 它怎么知道 可以到这边低 那这个Z轴的 这个 所谓的作用力 它怎么知道 然后去做这个 高低调整 这个原理不同 所以有 这两个方法出来 所以 这个原理不同 所以这个是共同的地方 都是这样扫 然后Z轴都是高高低低 所以可以得到一个影像 一个image 所以我们下面要去学的时候 我们要去了解 这两个方法 它到底在 它为什么知道 这边就当那边的地方 是什么原因让它知道 了解这个原理 那么在进入这个原理教育之前 先看一下它多厉害 就我们把后面的图 你们看完这个 这是旧的 图的编号不一样 不过图完全一样的图 那这个是STM 它在扫 一个flatinate 这个白金的表面 然后呢 用点针器 吸附了一些点原子 在那个表面 然后用这个STM 去看 到底看得到 它们到这个点原子 那结果你可以看到 这个白白的 就是点原子 白白的就是点原子 然后这边有个空洞 这个作者特别让你看一下 这边有个洞 它的这个扫完之后呢 它的影像 跟这些点原子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 原子 这个 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可以看到原子 真的在那个地方 点原子 那你看它的STM 三个NM 这样一个scale 是三个NM 然后这个 这边三个NM 所以它的尺寸 三个NM 三个NM 然后这个Z轴的解析度更高 0.2 0.4个NM 所以它解析度非常非常高 这是STM 那么下一张组呢 是AFM 那这是在一个 这个MICA MICA是鱼母片 那我们要找一个机子很平的 你不能找一个表面的 反而叫RO租租租的 所以你要找一个机子很平的 其中一个就是MICA 这是鱼母片 它的机子很平 那么在这上面呢 还有 Two Double Strain DNA Two就是两条 你可以看到两条 那每一条本身就是一个 双骨螺旋的DNA 本身就是一个双骨螺旋DNA 然后两条摆在一起 用这个AFM可以测到 可以测到 而且蛮清楚的 这个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让你知道一下 这两个技术 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原理了 所以我们在学东西的话 当然是原理最重要了 第一个方法 也是它在这两个方法里面 最先被发展出来了 是这个方法 Scanning Internally Scanning Internally Microscopy SDM 那它是1982年 有这两位先生呢 他们实验室发了出来 82年 然后给我看一下 四年之后 因为这个技术呢 是突破的 之前做不到的事情 他们两位这个实验室呢 做出来 证明说 我可以看到原子级的 这样一个解析度的 这样一个这个技术 所以四年之后 就得到 诺贝尔物理奖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刚刚对他来讲 很幸运 很年轻的时候呢 就一举神明 1986年 1986年 就得到诺贝尔物理奖 就表示说 这样的技术呢 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在各一界 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的原理 那当我们现在讲的话 讲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这个原理本身 你听完之后觉得 哇很简单 没硕很简单 但是呢 你要把它做到 这样一个精密度的话 不简单 好 我们就看一下 你的装备呢 要有一个poke 有一个探针嘛 还是要少 那它要XYZ 三个轴可以控制 它的位移 所以可以看到 这边有 这个 X轴 Y轴 Z轴 那这边写一个Pierro 那么这个字呢 Pierro Pierro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翻译成压电 压电材料 压电材料 那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用这个Pierro 来控制它X轴的位移 Y轴的位移 跟Z轴的位移 三个轴 那这个地方 代表它的 这个Tip 就是它一个针 探生于这个尖端的地方 那它画的是有点粗了 那但是 它的大小 跟这个原子大小 差不多 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很大 大家强调 它是原子级的 最前面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原子 是一个原子 好 这是一个Tip XYZ三轴的 一个控制 然后在做的时候 再把它调 它调它非常接近 你的要测的这个表面 像这个地方它画的呢 就是一个 一个石墨一样 就碳的 这个全部都是Tip 就是说每一个都是一个碳原子 那它真正的一个名称 在这个地方 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特别去介绍这个东西吧 它全名是HOPC 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讲 这个表面 非常 就最影响的一个 很光的 就是很 应该说不是光嘛 光是我们讲光亮 这边应该说 平 非常平的 凹度最小的 这个平面呢 这个是一个材料 HOPC 是一个碳的材料 所以这每一个都是一个碳原子 全部都是碳原子 那另外一个是Micon 刚刚讲的云母 云母片 所以这个是 它把它当作一个测试的 一个 一个表面 都是碳原子 那让你的这个Tip 它调到 你的这个Surface 它在麦米级 非常非常近 这个时候呢 我在Tip 跟我的代色的表面 这中间施加一个电位 这个代表一个DC的电位 那么然后呢 我们会 发生一件事 虽然我没有接触到 但是因为 距离非常非常近 那我施加一个小的 DC电位的时候呢 你会发生一个电流 这个电流 产生了 那你说没有接触 怎么会有电流 这电子不是很大吗 没错 但是因为你非常非常近 所以会有一个电流 人会受到电流 这个电流我们叫 穿械电流 就是空穿过去 穿过去 所以叫Ternally Current 所以这个Ternally Current 发生的条件 一个是距离要很近 跟奈米级的距离 一个呢 这两个都是导体 两个都要导体才行 两个都是导体 然后这个 这个距离非常近 然后它有一个呢 有一个 这个 Pick 它是很尖 非常尖 然后这个尖到的时候 最前面的一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原子 是一个原子 OK 所以这个 Ternally Current 是这样发生的 这边要不要大一点 那这个电流的大小 跟你施加电位的关系 有个电量的关系 在这边 我们刚刚是一个叙述性的 所以你看你施加电位 多大呢 1.5V 一个干电池就可以了 1.5V 那但是这个距离很近 两个Nm的话 那么你这边会有一个 这个Ternally Current IT Ternally Current 三级电流 100个PicoA 那100个PicoA 那很小了 10的负 12四方 10的负 12四方 安培 当然这很小 但是呢 可以量得到 这就是你的Ternally Current 那你要去看这个 电量关系的话 这是电流 那各位上学已经 做过实验嘛 Ohms Law 电流等于电压 除以电阻 对不对 电流等于电压 除以电阻 这个是类似 电流等于电压 然后后面这一项呢 是一个 1的 负 KD 所以1的负KD的话 相当于就是 V除以1的KD 对不对 所以它 这个相当于 就是你的电阻 它是 除以 除以1的KD 所以这边是负的话 就代表是相除的 那但是呢 这个电阻 那么它是 跟距离呢 是一个指数的关系 是一个指数的关系 而指数关系的话 我们课本没有 画 那很多时候 在介绍的时候呢 会画这张图 就是说你的电流 跟距离的关系 电流 跟距离的关系 它是一个指数的关系 而指数的关系就是说 你的距离 距离 改变一点点 就在这个区域的话 因为你距离很近嘛 你会发生这个 穿雪电流呢 这个距离必须要很近 你在这个 有穿雪电流的 这个区域里面 那你的距离呢 改变一点点 你的电流呢 变化就很大了 很明显的变化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是 我的这个 内肘很灵敏 我距离稍微 改变一点点了 就是你的近 跟你的表面 这距离改变一点点的话 这个电流改变就很大 你就看到 这个距离 现在改变了 所以你在距离的 解析度上来讲 是非常的高 这一点的改变呢 就可以看到 好 你先知道 这样一个 一个关系了 那这张图呢 它还有 比较好的 这个示意图 就是说 这个tip强调 最前面是一个原子 原子级 这个tip 最前面是一个原子 这是你的 sample 它的表面 那当你 这样扫过去的时候 那我就 我去monitor 当这个tip 扫过去的时候 好 那 我们看上面 一张 找过去的时候 假如说 我的距离原来是 这样一个距离 那如果说 它不 这个 不上下改变的话 它移过来 从这个地方 我原来 这一点的tip 离我的 这个表面原子呢 它距离是这一段 当它往右边 scan过去的时候呢 它碰到下一个原子 那这个距离 显然要比原来的距离 要短很多嘛 短很多的意思 假如说 你要就量电流的话呢 电流当然就大 真大 电大很多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通常就是固定一个电流 就是我设定 我的电流 这就是 距离是两个nm的时候 假如这个条件 我施加1.5V 我距离是两个nm的时候呢 我是100个pqm 那我就追踪量 我设定 我的那个电流呢 就是100pqm 那当我 往右边移的时候呢 这距离比较近 那我电流就超过100pqm 变大了 这代表是太近了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Z走 它就必须要调高 踩起来 踩到时候 我的电流是100pqm 然后呢 持续往右边再移动 所以我是 这个 以这个固定的电流 设定这个 一个固定的电流 我量到固定的电流呢 那么去改变我的Z走 所以我Z走 所以我Z走的时候 我就看 我的现在测到电流多大 太大了 太近了 太高 然后 好像太小了 小了100pqm 它就太远了 我就下降 就降到 我的距离呢 车道的电流 是100pqm 这样的方式 所以你 你这个扫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这边高和低呢 就由 这个 穿着电流 穿到一个current大小 就知道 我现在距离是高还是低 所以我要调到 回到我原来的这个距离 那这样扫过去之后 它高高低低 这个轨迹呢 就知道了嘛 所以它高高低的这个过程 再经过重组呢 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它 扫完一条线 然后呢 再退后一点 扫第二条线 再扫过去 那哪里高哪里低 就是Z走 哪里高哪里低 所以整个扫完之后 电流把它画出来 是这张组 所以你得到了一个影像 当然现在都是用彩色 那里高 哪里低 一个平面出来 是一个彩色的 就知道哪里高哪里低 那这个的话呢 是它一条一条线 用线的方式出来 你当然还是看得到 哪里是高 哪里是低 好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scanning tunneling 这个microscopy STM 它的一个原理 施加一个固定的 在这个tip 跟一个表面 施加一个固定的 dcVolt 当你tip 跟它非常近的时候 在never meter的时候呢 你会量到一个tunnel current 那我去minder 这个tunnel current 把它固定在某一个定值 然后呢 去移动Vizor Vizor呢 就调整它的高低 就随时保持 那个电流呢 是固定 调整Vizor的高低 这样一个原理 就这么简单 整个原理 就这样一个 一个简单的 第一个关系 同学没有问题啊 那这样一个方法 它有一个限制啊 就是它的表面呢 就是你要代色的 这个固定表面 它 必须是 导体 就是它那个导电 是导体 或者是至少是半导体 如果你的导电太差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 因为你要测的是 你要施下一个电压 是电流 所以你下面这个sample 本身是一个非导体 像是这个聚合物的话 那它没有办法导电 当然就测不到电流 就是不可以 那么所以说 这样一个技术 判发出来之后呢 它仍然有它的限制 在应用上面 仍然有它的限制 你的sample 必须是导体 或是半导体 那现在很多的分 这个 你要分析的sample呢 是非导体 像Polymer 或者是生物的sample 那么这个时候呢 怎么办 它没有办法 你问它 可不可以用 不能用 不能用怎么办 那你就要改变做法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张图的话 也是一样 这个轨迹 代表说 你的 盲力它电流 维持它距离一样 扫完之后 它在荧幕上 把它重组出来的情况 那这是 对这个Pietro 在控制 XYZ三轴呢 做一个 奈米级的 一个距离调整 或位移 的一个工具 在靠这个Pietro Pietro Electric Scanner 那 像我们在一般 用机械的方法 我想你在做物理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量 量尺寸的 可以量 micrometer 这个 一个工具 用过吗 可以转转转 调调调 可以测出来 我这个距离呢 或者扣路呢 是多少 micrometer 有没有用过这样的工具 就很点头 就没有反应 那么一般这样 一个精密的 这个机械的工具的话 你可以围调 那它可以调到 奈米 就是这个micrometer 一个micrometer 可以的 可以调到一个micrometer的距离 就说我在位移呢 你要供它这个位移的距离 那可以这个 机械的 装置的话 它可以调到 一个micrometer 这样一个尺寸 没有问题的 但是奈米 其实 1000个奈米 相当于一个micrometer 所以你再下去 更小的话 一般的机械的东西 小不到 所以你要控制它在 奈米的这个scale 位移 移动 两个melometer 四个melometer 你怎么去控制它 它移动的是 这么小的一个距离 一般的这个机械的东西做不到 所以它用的这个工具呢 是要靠这样一个现象 压电材料 那么压电材料是我们充电压 它就会变形 充电压 它变形 本来是 你把它 施加外压的时候 它会产生电压 我们现在反过来用 施加电压呢 它会变形 像这张图的话 它有四个 X 对面的就是X 在两个X中间 施加一个电压呢 它就会变形 在X走方向的左右 改变 所以你主要控制 X跟X中间 施加一个电压 它就会左右 往左边 往右边 这样的摆动 所以这张图蛮好的 摆动 那这个摆动 是当奈米级的 我们肉眼这样看不到了 就不可能看到 那但是它有这样摆动的话呢 就有一个位移 所以它的位移的距离很小 所以它可以这个 非常小的范围里面呢 做移动 Nelometer 那歪轴也是一样 Z轴是上下 上下 这个移动 好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工具呢 你才能去做 这么小范围的 小尺寸的一个位移 那 目前很多的 这个 仪器里面呢 它要去控制 XYZ Nelometer的一个位移的话 它是用这样 像一个tube一样的 一个圆柱状的 一个圆柱状的 那最早期的时候呢 是 是这个样子 那我听那个谢老师讲 我现在又 又回来 说这个比较好 我不知道 希望是专家了 OK 所以 Anyway 不管它长得是这个样子 或者是下面 这样子呢 基本上就是控制 XYZ 三双手轮 Nelometer range的一个 一个移动 那么下面这张组的话 我是 我是要让我们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就是 你刚刚看到的 P-A-Lode Electric 2 那么它在 控制它 做位移的时候呢 它这个变形 就是 所以左边这张 这个灰色的 就代表它 过来 所以这样的话 从这个位置呢 在这个 XYZ方向 会移到这边 这样一个位移 那当然这个地方也强调 这个TIT 非常坚 最前面是一个原子 下面这个也是 你的表面的原子 好吧 那有关的SDM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那同学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那据说这个TIT 叫EA原子 那怎么去做 那么 就传说这样一个故事了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了 有可能真的 就是说 最早 这两位 这两位先生嘛 他们CN式的研究生 做CN式的研究生 在做嘛 那理论上 已经知道说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 可以测到 很好的 这个一个解析度 可以看到原子级的 所以他的研究生呢 就怎么做 做过来 做过去啊 这个看出来的影像 模糊一片 没有办法达到这个 安文老师的要求 就是 我的解析度 应该很好啊 怎么看起来 勿蒙的啊 不清楚啊 这代表他解析度不好 那研究生 怎么办 就再做嘛 那有一天呢 这个研究生呢 不小心 把这个TIT 弄断掉了 这个距离很近啊 很近的话 有时候不小心 就太近了 就压到了 就断掉了 断掉了 那当然这个 这个TIT 很辛苦去做啊 就这个 用不小心断掉了 那 他还没告诉到老师 管他的 先做个看吧 接规做不知道 这个影像非常清楚啊 成功了啊 那后来 去探讨 有可能断的时候呢 正好是一个切面 所以那最前面呢 就真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小 就断掉了 然后呢 变得最前面 非常的小 一个原子 所以他就成功了 看到 所以这个是 如果讲个研究生定的话 就是鼓励他 这个万一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先不要怕 说不定 有好的事情发生了 好吧 这是 流传面的一个故事 不知道 真的假的 那 看一下啊 中块了 我们接下来就看第二个方法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简称AFM 那么各位看一下 发展这个方法的人呢 这位先生 他就是发展STM 那两位先生中间的一位 那他 之所以会发展这个方法 当然就是 原来那个方法有限制 你的样品呢 必须是导体 或者是半导体 但是我很多样品呢 是非导体 Ponumer Biosample 那原来方法不能用了 那怎么办 他就要另外去想办法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可以解决这样一个瓶颈 那结果呢 让我想到一个方法 当然这个方法 跟原来的方法呢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叫做Atomic Force Microscopy 那 第一个 他现在要有一个Tip 很Sharp 一个Tip 所以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画得非常Sharp 一个Tip 那么当然这个Tip呢 那它跟前面那个不太一样 那这个Tip是一个 我们叫做Pandilever 翻译成全币 就是它是非常非常薄 那最早在做的时候 就是一个白金薄片 非常薄 一个白金薄片 那现在不是 就是它们刚发展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白金薄片 非常薄的一个白金薄片 然后这边有一个镜 是这样的 挂在那边 所以它这个悬壁呢 Pandilever呢 就很像 一个同学看那个 盖那个高大厦 现在盖高大厦 最上面呢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悬壁 这个悬壁就叫Pandilever 就是这个东西 挂在那边 然后呢 掉钢瓶水里面 掉在哪里 然后掉在哪个位置 就这样一个东西 OK 那你的悬壁就放在下面 然后这个 就是The Aeroelectric Tube Scanner 所以你要去 调整或者控制XYZ 三个轴呢 就靠下面这个 The Aeroelectric Tube Scanner 上面放你的Sample 放你的Sample 那我去做Scan 去做Scan 那做Scan 那我 Scan的过程里面呢 我Z主要稍稍下下 那我的这个稍稍下下 我怎么去知道 它现在位置呢 是调上调下呢 这个地方不是靠 这个施加电压量电流 它用是一个光学Detector 光学的一个方式 去侦测 这个Tip 它的Z轴 是高还是低 在哪个位置 你看这个图的话 就知道很简单了 雷射光 又是一个雷射光 那个雷射光呢 它可以聚焦很小 而且这个 单一波长 所以雷射光很好用 很多地方 你看到雷射光 单一波长 然后呢 聚焦很小 那它就投射在你的 这个Candilever的表面 那为什么它就投射在表面 就可以反射呢 那我们待会儿一看 它这个材质呢 让它可以反射 所以它就投射在表面 然后反射回来 这个地方呢 你放一个Detector 就是Photodiode 测光的强度的 一个Photodiode Detector 就可以了 所以它这个 可以靠这个Photodiode呢 跟光投射在哪里 来看这个Tip Z轴的高还是低 那这张图比较难看出来 看下面 看这张图 这个是雷射光 雷射光 那这个是你Pandilever 然后你的Tip在这边 那假如说你现在 某一个位置当中 你的一个参考指标 这个Z轴当作是雷 我现在把这个Z轴当作是雷 比它高 比它低 这个是一个参考指标 然后这个位置 它的弯曲度 是这个 你的设定的参考 参考的一个指标 Z轴是雷 它正好投射在中间 那张图的这个Tip 往上抬的话 我给我看一下 张图的Tip 往上抬的话 那你这个反射光 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这哪里是区域 会是在B呢 还是会在A 假如说这个Tip往上抬的话 往上翘一点 就翘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没有反应 那这个时候是 你这个反射光呢 它就不会在中间 现在是AB两个区域 我现在是把它调在中间 所以当你的Tip往上 往上翘一点的话 这个光照过来 它应该会到 到这个B的区域 所以它光到B的区域呢 代表是你Tip现在呢 就跟你 跟你原来的位置 往上 就抬高了 刚过来 如果说你的Tip 这个往下沉 它就要朝下来了 下来了 下来的话呢 你这个反射光 会到H去 所以它从你的反射光 是在B和A呢 就知道说 你现在这个Tip 原来设定的这个距离 那现在是比较高 Visor线才高了 距离比较远 还是距离比较近 就是你的这个Tip 是往上往下 那由你的光呢 现在是在B和A就知道了 就这样一个 这个光学的一个系统 来看 你的这个Tip 它在Zero上下的位置 应该是下课了吧 乔治我们听得到吗 我听不到 下课了吗 好吧 那在下课之前呢 那 做一个广告 那听我们学校做广告 那我们学校每一个学期呢 都有犯 所谓的阳光艺术季啊 那我们学校有一个艺文中心 各位知道吗 知道 那学校每一年花 可能他的预算 应该是千万 我不知道多少钱了 应该是千万左右 那所以他会邀请很多的 这个表演的团体来 请他们来 不是免费的 对他们来讲 表演的团体来呢 学校要付钱给他 对我们的教职员生啊 是免费的 像这边两场 应该是三月十五号 那这个应该是原住民的一个表演团体 这位先生我是不知道啊 不过他的这个题目看起来 应该是原住民的一个表演团体 那这个应该 各位听过吗 他是钢琴王子 那这个是老王子 有点碎数 我不晓得你们女同学 我们就在迷他 OK 好吧 所以这个时间不太好 正好我们的 第一次的月讨 前一天晚上 所以我一看哇 时间不太对了 不过他是 期待开始 所以你可以三战星 去听一听 然后回去呢 再开 再开一次可以 好吧 就是说 我们学校啊 他愿意花钱 别那么的 这个 这么多经费 给这样一个艺文中心呢 去邀请有名的啊 这些表演团就来 让我们同学呢 免费了 就让我们学校大理堂嘛 一线管 那么就可以 就近了去参观 应该说观赏嘛 这样一个表演 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 那我希望我们的这个 李学院同学啊 有机会去接触一下 艺文的活动啊 不要变成真正的宰男 宰女啊 好吧 我们下次休息 谢谢大家 先把它关掉